然後到2014年的第二題 這一題我們只會看部分A 他叫我們找回那些1DXR from 1st Principle 我們就會考慮這個Limit h tends to 0 fx加 h 減 fx over h 當然你可以寫回我們fx就是x的3次減3x 這些都要填一填給他 因為你無緣無故的fx都要離開究竟是什麼 那麼就會是Limit h tends to 0 首先把x當成x加h的時候 我們會有x加h的3次減3個x加h 這個是fx加h 然後減回fx所以就減x的3次 留意負負得正的所以這裡是加3x 然後就over h這樣 我們會發現這個東西很醜 這個東西是C 那你可能就會想 有個3次方在這裡 不如爆開它吧 是不是C OK的 其實爆得開的 用版面就爆到 1,3,3,1 也看到的 但你都可以想成為 A其實這個有個3次方 這個有個3次方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A3次減B3次 是等於A-B乘A2加AB 再加B2去處理它 都沒問題的 所以我們就會有這個Limit h tends to 0 那我們這個減這個的話 x加h減x就是h OK 然後再乘回這個東西的2次 就是x加h的2次 再加兩塊東西相乘 就是x再乘回x加h 然後再加回x的2次 OK 這個就是我們憑著綠色筆所得出來的東西 那到後面了 後面先看一看 後面就是-3x 再-3x 前面有加3x 所以抵消了 所以後面就是-3x 那就除h 那你會看到前面有個h 後面有個h 不如抽個h出來 那我們就會Limit h tends to 0 h再乘回x加h的square 再加x再乘2x加h 再加x的square 最後就是-3x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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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回h 那你見這個moment的時候 h就可以弱了它 然後我們就可以真的把h 代回0 所以我們就會有x2 這個位置會出到x2 後面 你見h代了0 所以這個位置也是x2 那這裡又有x2 最後就是-3 那你見有3x2 所以就是3x2 再減3 就是這樣 那這就是我們014年的第二題的做法 到達了 到達了 對 對 對